光源社1997年成立于休斯顿 协助震灾 关怀长辈 捐助冬衣 捐助学用品 癌友关怀网 提供防癌 致癌心知 关怀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之儿童与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 用爱 关怀社区 光源社电话713-988-4724 感谢观看 如果您年满40至64岁 低收入 没有保险 过去三年没有做过乳癌摄影 将符合免费乳癌摄影资格 有保险的妇女朋友 我们也可以协助您 向保险公司申请一年一次的 免费乳癌摄影检查 详情请恰光源社 光源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特别为18岁以上青年提供学习成长环境 内容有生活 职能训练 体育活动 音乐舞蹈 艺术工艺等等 欢迎参加查询电话713-988-4724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您收看光源健康原地 我是节目主持人光源社的义工 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我们今天呢 是在这个哈维 这个飓风呢 刚刚过境没有多久 那所以呢 我也在这个节目里面 特别向有一些灾情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来致慰问之意 希望你们能够很快地来重整家园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讨论的题目也是非常的切合 在这个哈维台风过境之后 就是有很多的重建的工作 还有就是在这个灾后 在重建的时候有很多的可能 的传染的疾病都会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是特别讲到是有关于传染病的预防 那我们请到的是姚胜坤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今天也能够很配合 在整个这个我们现在 所生活的这个情况之下 来做一些给我们观众朋友 一些提醒 以及在这个灾后重建当中 我们哪一些事项要特别地注意 如果您的家里有进水 或者是受到的这些灾情各种状况 我们哪一些的资讯 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好 那姚医师 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 谢谢Michelle 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里面来 就是很高兴又跟观众见面 来讲一些医学常识 这个真的是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刚刚在这个 这个哈维 这个水灾以后啊 都在恢复的过程中 有的人家里面还有水 有的人刚刚把水清掉 就是说对于这些 从这个本身财产的损失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方面了 另外的话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健康方面 其实更重要 因为那个身体如果再垮掉的话 那就重建就更难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呢 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些 在这个时候如何防止一些那个疾病啊 特别是传染病的发生 这样的话的话 大家呢可以 在重建的时候可以健康的身体 是的 可以的话 就是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更容易稍微容易一点 从哈维台风大概是25号 晚上开始登陆之后呢 就一连着下了不停的雨 而且是大雨倾盆的 这样子的这个雨量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有很多住在 这个比较 即使是没有洪水 这个会泛滥的这个区呢 也都遭到了洪水的这个栖息 那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 那到现在他们的家里还有水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 因为美国的房屋就是都是用这个 西洛克来做的 所以如果说进水的话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可能会有发霉 这种这个梦的这个状况出来 那我也知道 您所在的那个Fort Bend Church 还有我们的Houston Chinese Church 都组织了一些这个救灾的这个团队 派这些年轻人 至少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呢 就是在这个周围的地区 在这个过去的差不多三四天当中 就帮忙了将近有五十家的家庭呢 来帮他们把这个Shera把它割掉 然后这个湿的地毯把它拿出来 那我想就是说 可别请姚师在这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什么样在这种状况之内 是什么样的疾病 会有这种传染性的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好吗 好吧 很好 你刚才Michelle讲的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清理 这个水灾以后的这些那个 被水淹的房子里的时候 就是说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它可以发霉了以后 它可以对人健康有影响 还有就是说清理的人去 其实它可以吸进去一些灰啊 吸进去这些啊 也会造成过敏反应啊 我就知道我儿子去帮着那个 清理那个Shera 跟他去清理了以后 然后他就皮肤啊 就气疹子就很痒 是 有影响 还有就是说 当然传染病了水 那个水是很不干净的 因为有的人家厕所啊 那个水就会反上来了 其实这些水里面有很多的 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这些 因为有的人家 比如说那些平时动物啊 那些那个排泄物啊 都会进到这些水里面去 所以水里面很脏 所以就为什么就是说 一定要那个水要煮了以后 才能喝 然后 过敏反应啊 就是除了这个Shera过敏以外 还有一些霉菌 有的人吸进去了以后 那个哮喘啊 就会发作 引发哮喘 引发哮喘 然后就是说 这两天出去就会发现蚊子很多 是 这些蚊虫啊 就是说也是一个传染病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来源 就是说这些蚊子 去定了那个有病的人 或者是动物 然后的话再去定人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病毒啊 就传播开来了 还有一些动物的排泄物里面啊 还有一些那个寄生虫 比如说叫 构端螺旋体啦 这些呢 也都可以传染病 所以这个 水灾以后啊 就是可以 造成那个 传染的病啊 就是有很多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 很多人水灾以后 不管是那个受灾的人也好 还有就是去帮助的人啊 都休息不好 是 特别是受灾的家庭 他们要搬到朋友家里面住啊 或者是住到那个 呃 hotel里面啊 或者是在shoutter 他一边呢 一个是住的环境 那个不适应 另外一个 他还要整天想到 怎么去把家里面安等呢 就是说清理啊 要想到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休息的很少 嗯 休息的不好 在休息不好的时候啊 人抵抗力就比较低 就特别容易生病 哦 所以就说 我这几天其实在诊所里面 就看到有很多病人 就是来啊 都是因为就是休息不好 然后的话 就是被传染 那个病毒感染啊 或者是就是吃得不好了 就是胃肠闹的这些 病啊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时候 其实要讲这个方面的 这个传染病的预防啊 蛮重要的 嗯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说 当然我们也刚刚听到 姚医师特别跟我们的提醒 就是不管是 如果您是受灾户 或者是帮助啊 您很有爱心去帮助别别人 来清理这个家园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到这个预防感染 就基本上这个口罩 而且是不是一般型的口罩 就是比较比较能够防范 这个病毒进入的那个口罩 是一定要戴 然后呢像手套 然后最好是能够 不要穿着短裤 就能够长裤 然后穿着鞋子 也都是能够包起来的鞋子 尽量不要让自己暴露在这个 接触到这个 皮肤接触到水这一方面 就是请一些义工人员 也特别的注意 这一方面的安全 那我们就可以再 请姚医生讲一下 这个传染病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吗 对 这个传染病啊 其实我们 就是说现在这次 遇到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 其实也是很常见的 在原先啊 就是最早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在 从前有这些 那个先进的医疗技术之前啊 也已经遇到了这些问题 但是的话就是人啊 经过这么多年啊 就是慢慢地积累到很多的经验 所以呢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可以先回顾一下历史 其实最早的这个传染病预防啊 你要是看圣经里面就是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在那个旷野里面的时候 就已经那个制定的这个 就是麻风病的 就是那个预防啊 它的那些规则都非常详细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 一些传染病的隔离的方法啊 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真正的呢 就是比较在这个传染病预防方面啊 比较有这个发展比较快啊 其实是从1900年以后到现在 这个100多年的时间啊 发展是最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个幻灯片 大家看在这个幻灯片里面啊 就是总结了在1900年的时候啊 就是开始了 在美国啊就开始了有这个卫生局 这个卫生局 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卫生局 没什么 好像一个可有可无的 其实这个卫生局 这个很重要 它制定了一些就是 传染病预防的这些政策以后啊 就从1900年开始这个传染病的这个造成死亡的人数啊 就是明显的就下降很多 嗯 然后呢 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呢 就是开始 也与这个卫生局的研究有关系 他们就制定了在这个饮用水里面啊 加漂白粉来消毒 嗯 这样的话吧 从1900年开始 2010年加了这个水里面 加了漂白粉以后 就是加了这个鹿 嗯 消毒以后啊 这个注意传道的传染病啊 又减少了很多 当然了在1920年的时候 有一次那个流行性感冒的 大的流传 流行 有很多人死了 但是这个呢 就是我们后面啊 还要再重点讲 这个流行性感冒的 嗯 好的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再请姚医生 跟我们更加的详细的解释一下 有关传染病的预防 好 我们马上回来 光研社 1997年成立于休士顿 协助震灾 关怀长辈 捐助冬衣 捐助学用品 癌友关怀网 提供防癌 致癌新知 关怀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之儿童 与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 用爱 关怀社区 光研社电话 713-988-472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研社 也提供儿童医疗补助计划 申请协助 只要您的孩童 年龄在18岁以下 定居德州 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 同时符合低收入标准 都可能符合儿童医疗补助计划 详情请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光研社 光研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特别为18岁以上青年提供学习成长环境 内容有生活 职能训练 体育活动 音乐舞蹈 艺术工艺等等 欢迎参加 查询电话 713-988-4724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光研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 是有关于传染病的预防 请到的是姚盛坤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大概刚刚在第一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有讨论到 哈比台风刚刚过境之后 有很多的在重建家园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到 怎么样来预防传染病 那姚医师刚刚也跟我们讲到 让我们回顾一下传染病整个的历史和来源 那就请你再继续跟我们观众朋友 再讲述这一方面的事情好吗 对 好 谢谢米肖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一下 这个传染病就是在这个 特别是在从1990年 1900年到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的发展 其实人类在这一百多年里面 就是对传染病的防治 又增加了很多的新的方法 新的技术 刚才我们讲到1910年的时候 开始有这个在水里面 开始加那个漂白水分 来那个消毒水 这样的话对于疾病的控制 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到了这个1940年 二战的时候发现了青霉素 发现这个青霉素就是 排泥西林这类抗菌素发明了以后 对有一些原来就是像很多人原来 寿命大概到四五十岁吧 四五十岁为什么是 很多人都是因为得肺炎死掉 那么得肺炎 有了青霉素以后 因为肺炎死掉的人就少了 很少 现在很少有人说是肺炎死掉的 就是因为有这些抗菌素的发明 然后呢大面积的这个用那个 大免疫预防去种 这个呢就是说从 比如说从前有很多那个小麻痹后遗症的 就是比如说腿不能动的 现在就很少见了 这个就是因为用小麻痹的这个预防症的结果 还有比较那个 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 就是说天花的这个预防症 要用种牛豆 种牛豆以后呢 在1980年的时候啊 就是全球的这个天花啊 就完全消失了 在从前的时候 大家能够看到那个图片上面 有一个那个天花的那个 那个手看起来 很吓人的 对 但是呢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 因为有种牛豆种到 这个全世界都普及了以后 这个天花呢就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 就已经完全的就消灭了 然后我们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很多的 这个传染病啊 就是说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呢我们也能够看得到 就是下一张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传统的这些传染病控制了以后呢 其实有一些新的传染病啊 还又出来了 而且有很多 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啊 美国应该是在全世界这个疾病防治里面 应该是很先进的 但是在美国的话还是有比如说艾滋病啊 像那个莱姆斯病啊 就是莱姆斯病啊 这个就是一种那个满虫啊 就是传播的一种病 还有风牛病啊 还有就是那个 Western Isle 就是那个西牛肉病毒造成的发烧啊 有的人会得脑炎啊 是 就是说听起来也很恐怖的 现在有蚊虫开始 那个自身的时候就比较害怕的 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那个Zika 对 这些都是啊 就是说还是有很多的病啊 让人害怕的 比如说像那个 这个2003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就是SARS 对 在亚洲 就是说造成了很多的这种 对人类健康有很多的影响 对 我们再看下一张的这个画面片呢 我们会看到像那个传统的那个结核病 其实现在呢也开始啊 在中国有很多人啊 就是说又开始复发了 他这个结核病原来在二战之前啊 在这个亚洲地区啊是很流行的 嗯 比较 很多名人都是因为结核死掉的 但是后来慢慢的呢 就是说 随着生活条件改善了就控制住了 但是呢 从那个2003年开始啊 这个结核病的这个发病又开始有上升的现象 这个的话就是说明有一些啊就是传染病啊 它还是会 只要条件合适的话 它还是会那个复发 这个结核病就是跟那个人啊 比较集中的地方啊就比较容易有结核病的发生 我们再看下一张那个图片 这里面呢就是讲到在现在你看那个两个红的那个区 就是啊在中国和印度这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啊 这个非结核的这个发生啊还是很多 所以说呢就是尽管我们对传染病的这个预防和治疗啊 有很多的新的手段新的技术 但是呢哇有些传染病啊还是没有 有的是绝肌了 但是呢还有呢它还有死会复燃的这个现象 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传染病啊还是要特别的重视 特别是像这一次的这个哈维这个水灾之后 这个传染病的这个预防和治疗啊要特别的重视 所以像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这次这个水灾过后 我们当然刚刚讲说不要去直接去碰触到还有喝水的时候 我们现在现在水都要把它煮开了以后才可以喝可以杀死 这些细菌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有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可能 那你刚刚也讲到睡眠对不对如果睡眠好的话提抗力比较强 有没有什么其他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也许是不是要少出门呢 那尽量如果家里没有灾情的是不是尽量能够不要去到很多人的地方呢 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需要提醒的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这个要针对各种不同的那个病的这个传染的途径啊 来预防 来预防 在哈维这个水灾刚刚过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比如说饮水和吃的东西啊一定要煮熟了的 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水源污染的时候比较容易传染病 但是呢用煮熟了的用开水的话吧这些把水煮开了以后这些细菌的病毒啊都会被杀掉 然后刚才我们也讲到蚊虫叮咬了蚊虫叮咬的话就出去的时候就要喷那个防蚊子的药 那个穿长衣啊长袖啊这个呢也有好处呢就是避免那个接触 是 就是接触一些那个容易造成过敏的 比如说对皮肤过敏的要造成那个这些皮炎啊这些病的 还有呢就是说尽量不要让皮肤啊接触到那个脏水 因为脏水里面有好多的这些细菌 还有可能有那个叫钩断螺旋体 那些就是说寄生虫都有可能有了 所以就是尽量地要包好了 其实我看到有的人做得特别好的 就是在水里面走的时候 穿了一个钓鱼的那种服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好 要是没有的话 我也看到有很聪明的人 就是把那个塑料口袋套在那个脚上 然后再穿到那个雨摔里面 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让那个水进去 接触到自己的皮肤上面 因为你要是把那个塑料口袋套在那个雨摔外面 那个路上都是水泥地 你走一走马上那个雨摔就破了 破掉了以后的话 它就有水就灌进来了 可是你如果把那个塑料口袋包在那个脚上 然后你再穿到雨摔里面呢 这样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这个脏水啊 接触到身体 然后的话不要吃进去这些脏水 然后呢要防止这些蚊虫叮咬 然后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最近就是尽量吃熟食 如果有一些生食啊 我马上想到的就是生鱼片 像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尽量就是这段时间呢 还是要尽量去吃这个煮熟过的食物 那对自己的健康真的是 你自己是第一防线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好 观众朋友 好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再进行我们下一个阶段 好 待会见 光源社1997年成立于休士顿 协助震灾 关怀长辈 捐助冬衣 捐助学用品 癌友关怀网提供防癌 致癌心知 关怀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之儿童与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 用爱 关怀社区 光源社电话713-988-472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您年满40至64岁 低收入 没有保险 过去三年没有做过乳癌摄影 将符合免费乳癌摄影资格 有保险的妇女朋友 我们也可以协助您 向保险公司申请一年一次的 免费乳癌摄影检查 详情请洽光源社 光源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特别为18岁以上青年提供 学习成长环境 内容有生活 职能训练 体育活动 音乐舞蹈 艺术工艺等等 欢迎参加查询电话713-988-4724 欢迎您回来 逛艳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题目是有关于传染病的预防 请到的是姚胜坤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我们刚刚讨论到这个传染病的预防的历史 也衔接到我们最近刚刚过的这个Harvey这个飓风 给我们造Hewson地区造成了水灾 我们的一些在灾后重建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的预防这个传染病 那我们同时呢 现在也有开放这个call in 就是您可以及时打电话来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请教姚医师的话 您可以打这个电话 281-498-0109 来直接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接受您的call in 好 那我们现在也就是 请姚医生跟我们刚刚很详细的介绍之后呢 现在讲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的传染病的预防好吗 很好很好 对我们刚才就讲了有一些病啊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心理预防措施啊 这个有效就是已经绝迹了 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重新啊像肺结核啊 又开始呢就是病例有比较多的现象 在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哈维的这个水灾以后啊 会有一些病啊是水源传播的 其实呢在这个 中国原来有一个肝炎啊 就是说有一次上海啊 再有一次那个肝炎 就是甲型肝炎爆发的这个 啊 现象有 有33万的人啊 就是得了甲型肝炎 这个甲型肝炎啊 就是通过 比如说那次在上海呢 是因为那个人家吃那个毛罕啊 就是传染的 但是在这次水灾以后的话 如果说那个水源被污染了以后 如果有人得了那个甲肝了 然后呢 他的那个粪便污染了这个水源的话 那就是很多人啊都会 就是说被这个 被传染到 被这个肝炎病毒传染 当然你刚才讲的很重要 你就说一个就是说 水啊要烧开了 然后呢尽量地不要吃那个生的食物 这些呢就是说 烧水煮开了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那个病毒啊 甲肝的病毒啊都可以杀掉 当然了还可以打那个预防针呢 讲到甲肝的时候呢 就讲到乙肝 乙肝呢它其实全部的方法呢 跟甲肝不一样 甲肝是刚才说是喝生水啊 吃生的东西呢 如果有这个 有的 休斯顿几年前啊 有一次是人家去吃沙腊 沙腊的时候呢 那个做这个沙腊的大师傅 得了那个甲肝 所以的话 结果很多人那一天去 吃那个沙腊的人啊 被传染上那个甲肝 哇 甲肝呢有个特点 他得了以后 他好了就没事了 就是说大部分人 没有人说是因为得甲肝啊 要命了 可是这个乙肝不一样 乙肝呢它可以密切基础传播 当然它蚊虫钉咬的时候 也有可能传播 它就是这个蚊子咬了那个 有乙肝的那个人 在美国好一点了 在美国因为得乙肝的人很少 但是在中国的话 大概每十个人里面 就是在1990年之前 因为为什么要去1990年呢 1990年的时候开始用这个打预防针 打这个乙肝的预防针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乙肝的发病的话 在1990年之前啊 基本上每五个人到十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 有这个乙肝的 可是呢 到了1990年以后呢 就只有大概一百个人里面 才有一个人 有得乙肝的 所以的话它这些 有乙肝的人啊 它有一半的人啊 就会变成慢性 就是说它那个血液里面啊 是有那个病毒的 所以的话它 要是蚊子钉得多的话 它要是传的那个病毒 正好它抵抗力低的时候 它可能就容易啊 就会被这个传染上的 有这个可能性呢 大家机会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呢 就是蚊虫钉咬了 也有这个 就是把这个血液 有这个乙肝的病毒啊 给传过来 所以在这里呢 就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很少有人 有乙肝的 另外的话 现在都打了预防针啊 就很多人都打过预防针 就是传染的机会呢 就比较少一点 但是呢 这个呢也是一个 就是说需要注意的 还有一些病呢 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到那个SARS SARS病毒呢 它其实在通过呼吸道传播的 它在2003年的时候 有SARS造成的这个经济损失啊 是很大的 有的人说 就是这个一次的这个SARS啊 就相当于有五次的 911的这个损失 这个就是说 这些传染病的话吧 就是说 它发病的时候啊 一个就是传染性强 再一个的话吧 就是说 如果人类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啊 就是很容易被感染上造成的 这个对健康的影响呢 是非常的大 那所以像另外还有 就是说我们可以是不是谈一下 这些不同的传染病 它的传染的途径 您刚刚大概有 就蚊虫的叮咬了 或者是这个水 不干净 还有没有其他那种传播的管道呢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 我们今天题目是这个传染病的预防 预防呢 其实重点啊 就是切断这个传染的那个源 那么我们就要先要谈一谈 到底啊 有哪一些这些传染病啊 通过哪些途径呢 来传播 最常见的呢 就是空气传播 因为大家都得要呼吸 呼吸进来的空气里面 如果有像肺结核啦 SARS啦 流行性感冒啦 这些啊 都有可能得病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传染病传播的途径 然后就是血液传播 血液传播我们刚才讲了 像那个蚊虫叮咬了以后 比如说这个乙肝啊 乙心肝炎啊 还有就是 像艾滋病也是一种 血液传播的这些病 当然了它密切接触的机会啊 就是说传染的机会更多 蚊虫叮咬那样 这个可能性就是有 但是呢比较小的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经过水 水源传播呢 就是比如说 接触到那个 从前的时候有血液虫 现在很少见了 血液虫是一种 藏在那个钉螺 一种很小的一种 那个螺丝里面的这一种 寄生虫 它可以进到 通过皮肤啊 进入到身体里面啊 它可以到肝脏里面 引起那个血管 堵塞了血管 就是门界面高压 所以从前的时候 很多在长江流越啊 有很多那个 血液虫感染的人 就是那个 叫水骨 就是它那个 浮水 肚子里面啊 很大 那种人啊 就是现在 很少了 因为那个血液虫少了 但是钩断 我们刚才讲的 钩断螺旋体 还是有 另外呢 就是说 像刚才讲的那个 甲型病毒性肝炎 就是说 吃甚至于吃沙腊啊 喝生水啊 这些都可以传染的 要是毛汗啊 这些都可以传染的 然后呢 就是 现在呢 也比较少见的 就是细菌性荔极 就是荔极原来啊 是很常见的 就是因为它那个 细菌啊 在食物里面 没有处理好的食物 就是造成那个 拉肚子 现在还有 很多人就是 到外国去 就是卫生条件 不是很好的地方 去了以后 然后就是 得荔极的人 也是很多 所以的话 这些呢 就是在这个 特别是在这个哈维 这个水灾以后啊 要特别小心的 就是说 吃得不好了以后 可能就会 染上那个荔极 另外就是 我们也刚才讲到 这个蚊虫 蚊虫传播 蚊虫传播的病啊 其实刚才讲到 那个乙肝啊 跟这个 不是就是说特别多 但是呢 特别多的是那个瘧疾 瘧疾在美国还好 美国比较少 但是的话到 非洲那些国家吧 就是这个 瘧疾是非常流行的 就是因为 都是蚊虫啊 钉咬了以后啊 传播的这个很多 现在 所以你要是 去欧洲 去非洲去旅行啊 或者是去 印度一些地方 和那个东南亚 国家去旅行啊 都建议 就是要吃那个 预防瘧疾的药 你没办法 避免那些蚊子咬 但是的话 你就 可以呢 通过吃药 来预防这个瘧疾 就非常重要 当然了在国内的话吧 一般的小孩子 都还打那个医脑 就是那个病毒性脑炎的 那个预防针 其实因为 这也是一个 蚊虫传播的 这个病毒 在国内是 现在打了预防针呢 也少多了 在美国呢 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那个 West Nile 就是吸尼楼病毒的这个 它会引起脑炎 所以呢 在这个水灾以后 会有一些那个 就是这样的 West Nile的这个病毒 造成的这个脑炎的这个病例 会增加 会看得到 还有就是 刚才说的 它水灾了以后 好多人在那个 清理东西啊 这些土里面啊 会有一些那个 菌 就是我们原来经常听到的 叫破伤风 现在不是 打那个破伤风预防针啊 好多了 从前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因为破伤风 死掉 破伤风就是 因为那个 那个细菌在土壤里面 然后的话 那个皮肤破了以后 比如说砸了钉子啦 钉子砸破了以后呢 它那个细菌 你就可以进到那个皮肤里面 造成那个破伤风 现在 也是建议是 每十年打一次 那个破伤风的预防针 这个的话 如果能够每十年打一次 破伤风预防针的话 就可以 可以避免得破伤风 这个是很有效的这个预防方法 哇 嗯 哇那真的是 真的各方面都要注意 尤其是在 现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就如果说 身体上面有滑破啦 或者什么地方 有受伤或怎么样 最好就是 要特别的小心 把它包扎好了 或者是就不要去接触这些 水源或者是土壤 对对对 非常重要 就是说 你在外面做事情了 回家了以后啊 干净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 然后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破了 然后的话 就要是真的有破的话 就要消毒啊 有的人喜欢用霜氧水的 有的人喜欢用酒精的 有的人喜欢用点酒 其实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保持干净 嗯 还有的人喜欢 什么地方都贴一个 那个 Bandage 给cover一下 它要是 其实好多伤口 如果不出血啊 嗯 最好还是让它敞开着 用那个消毒水 消毒了以后 这样的话 它可能就是恢复得快一点 你给它盖上了以后啊 比较反而容易有那个 就是细菌在那个下面啊 对 长得反而快一点 所以伤口处理也是一个学问 就是要 要要最好 要是自己不确定 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还是要去专业人士 对 去看医生啊 就是 对 然后学会怎么去照顾这个伤口 是 是 好的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 有关于传染病的预防 好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 光源社 1997年成立于休士顿 协助震灾 关怀长辈 捐助冬衣 捐助学用品 癌友关怀网 提供防癌 致癌心知 关怀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之儿童 与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 用爱 关怀社区 光源社电话713-988-472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源社也提供儿童医疗补助计划申请协助 只要您的孩童年龄在18岁以下 定居德州 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 同时符合低收入标准 都可能符合儿童医疗补助计划 详情请洽光源社 光源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特别为18岁以上青年提供学习成长环境 内容有生活 职能训练 体育活动 音乐舞蹈 艺术工艺等等 欢迎参加查询电话713-988-4724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光源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是有关于传染病的预防 请到的是姚盛坤医师 来跟我们提供这一方面的信息 尤其是在Harvey台风过境之后 对Houston造成很大的水灾 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急迫 也需要知道的这一些的 医学方面的尝试 怎么样来预防 姚医师刚刚也跟我们讲了很多 有关于传染病的历史 各个方面的传播的管道 还有一些特别的 一些实际的例子 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想到 现在已经是9月份 要不要进入秋天 然后10月 是不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流行感冒 就会要开始 这个慢慢慢慢地出来了 是不是在这一方面 请姚医师给我们做一些 在流感这一方面的预防 好吗 这个流行感冒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染病 特别是在这个到了天冷了以后 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病 这个病呢就是说在从前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在1920年的时候 有一次全世界的大流行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流行感冒死掉的 这个病呢就是当时呢有10亿人发病 有5000万人死掉 所以的话就是 在这个西班牙那一次流行的一次呢 就是就有2100万人 就是因为这个流感死掉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讲这个预防流感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现在正好是快要到这个流感 发病的季节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发病的这个 最高峰的时间啊 其实是在每年的12月1月2月份 是最高峰 但是现在讲这个题目呢 比较好的是因为 现在有这个流感预防针可以打 9月份可以在医生诊所啊 现在药房啊 都可以打这个流感预防针 因为打了流感预防针以后呢 就是有的人就是怕打针 就找理由 说是这个哎呀 说是打了也没有用 打了照样得 其实啊就是说打了以后啊 就是说得了那个症状啊 也可以轻好多 当然有的人可能对那个流感针 有过敏反应了什么那些就是 没办法 但是如果说原来打过没有反应呢 一定要去打 因为今年这个水灾以后啊 这些那个 这些传染病啊 像流感的话啊 有可能就是会特别的强 会特别的多 会特别的多 所以呢 大家还是应该去打这个 啊 这个流感预防针 嗯 这个流感 这个病啊 其实传染起来 真的是很容易 嗯 它 原来啊 原来就是都是建议老年人和小孩子 小孩子 就是打这个流感预防针 那个时候还担心比如说孕妇啦 就会不会打了流感预防针 会对认诚有影响 现在就是说只要不管是谁 怀孕的也要打这个 怀孕的也可以 也可以打这个流感预防针 老人家要打 小孩子要打 这个 就是所有人都要打 所有人都要打 OK 因为 现在其实好多公司里面啊 鼓励那个员工啊 对 打这个流感预防针 因为他一得流感以后啊 就上不了班了 是 而且呢 他如果来的话 就会传染给其他的同事 那这样子就一批人通通要倒下 都不能来上班 对啊 对啊 所以现在啊 就是说很多公司都 鼓励就是员工啊 去打那预防针 医院里面就更要求更严了 就是说医生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人 一定要证明自己已经打了预防针才可以 所有在医院工作的人都必须要就是打那个流感预防针才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从九月从这个月开始就应该要要去打 这个这个预防针这个期限是多久呢 是一年吗 还是 现在呢 我们这个流感预防针的设计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这一季就是从今年现在开始打 然后呢到明年 比如说四月份就是这一段时间 但是 理论那样假 他应该能够这一段时间就是到明年的这个时候 基本上应该如果有病毒的话吧 跟这个很相似的 所以呢 可以预防一年了 所以 有很多人说 哎呀 我去年都打过了 我今年就不用打了 去年打的跟今年不一样 是 而且现在的打的这个流感预防针啊 里面有四种成分 就是一般的流感我们分叫甲型 乙型 然后呢 这个预防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原来比较害怕的那个叫H1N1 对 那个也有 所以他这个就是说 能够预防的这个病毒啊 就是增加到四种 所以的话吧 这个还是很值得 对对 还是很广泛的都包括了 所以有的人 那一年有H1N1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害怕的 对 都去打 所以的话 现在打的这个里面呢 就都包括在里面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我们这个Flu Shot 然后呢 有一些的公司 他们是会免费的 让员工打 那也都是有一些公司 他们的保险是有包括这个就属于是预防性的 这个医疗也是可以在包括在内的 那我们就讲一下就是说 好 我们也打了这个医疗 那一些没有打的 万一真的得上流感 那是怎么样的这个诊断呢 还有是怎么样的来治疗呢 还有自己要怎么样的保护 对 对 对 这个很重要 怎么认识到自己 得了流感呢 对 是 因为经常有的时候好像感冒跟这个流感啊 分不清楚 太清楚 对 因为老有病人来问 这个到底是我是得了感冒啊 还是流感 有的时候啊 是很难分开来的 就得要做化验 就是这些化验也很简单 就是用那个棉花棒 那个取一点点 在鼻子里面取一点点样品 然后的话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流感 但是呢就是说 你大概的能够感觉到的呢 就是流感一般的都比较重 流感的话会发高烧 会浑身酸痛 非常的厉害 而且呢就是突然一下子就病得很厉害 那个感冒一般的呢 不会就是有这么严重 然后流感的人呢 头痛很厉害 就头痛的要死 这些呢就是说是 能够大概的呢 能够区分开来的 治疗方面呢 因为流感啊 它有这个可以 有这个抗病毒的药吃了以后呢 是有帮助的 对于普通感冒的 那个其实抵抗力强 你好好休息 多喝点水 吃点退烧药 它大部分都自己好的 所以有的时候 之后有的人就觉得 嗨感冒不用治 感冒就自己就好了 就是说 但是假如说是 80%的时候 如果只是普通感冒 你自己休息休息 喝点水 然后都喝点水 那个吃点退烧药 像那个 Talenol啊 就过去了 那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假如说是 有发高烧啊 有那个浑身酸痛啊 头痛的很厉害啊 这个时候还是 应该看一下医生 就是查一下 是不是流感 如果是流感的话吧 就可以给你吃那个 就是治疗流感的 像现在有这个 Time Flu啊 就吃了以后 如果是真正的是流感的 吃了第二天 它就能够感觉好痛 感觉好痛 所以我们要 就是说 尤其这个季节 已经要到了 所以大概是 比如说我们 9月份或者10月份 接种这个疫苗 Flu shot 然后大概最高峰 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流感真正的 是会流行起来的 对 大部分 流感的流行呢 一般的就是 天比较暖的时候了 就是12月 1月 2月 这三个月是最高的 然后就是说 平时呢 也有一些 就是流感 就是散发的 不是很多的 普通感冒也是 就是说 常年都有的 但是那么 就是说 流感的时候啊 特点就是说 这办公室里面 有一个人得了流感了 每个人啊 基本上都会得上 所以这个啊 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公司里面 就是说 要是有一个人病了 那其他的人 也都上不了班 对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打这个流感预防针啊 就是说 非常重要 还有呢 就是要 个人卫生习惯 就是说 刚才说了 你太疲劳了 比较容易 生病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有的人要咳嗽了什么的 最好戴个口罩 要是有去 特别是去公众场合了 对 如果能够避免去公众场合 当然最好 但是假如说是 去了公众场合 有开始有咳嗽了什么的 有的人就喜欢用手 这么捂一下 其实用手捂一下不合适 对 就捂一下以后 你去跟人握个手 什么的 又传给别人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是用那个袖子 那个挡一下 对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不会传给别人 减少传给别人的机会 是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在这 非常感谢姚医生 在这个时候 也是这个刚刚 哈维台风过去 以后一个关键的时刻 能够告诉我们一些 这一方面 在传染病 怎么样的来预防 那我们也请 我们的观众朋友 特别注意 现在已经到秋天 马上这个流感的季节 就要快要过来 所以请这个观众朋友 能够注意去 这个听这个姚医生的劝告 能够尽量去把这个 预防针呢 FluShot 把它注射了 这样子呢 也保自己的平安 也保你自己 周围的亲朋好友的平安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姚医生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给我们这么多的资讯 那我们的节目呢 是每一个月的新 第一个星期二 和第三个星期二 在这个频道 来跟您见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结束 愿神祝福您 和您的全家 都平安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姚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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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米萧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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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